Hello 大家好 我是Maisy 去到夏日漂亮T的介紹片 這一批都是準備上架的T款 全部都是T-cut 不同的風格 都是一個比較簡約的風格 當然夏天穿得最多的一定是T款 當中T款的不同風格的配搭 我都會在這條片當中 展示多一點風格給大家看 因為其實都是T-cut 所以在款式上或Cutting上 不算太大的介紹 會展示風格為主 大家可以享受 都是這句網頁自助落單 最後滿300元 我們就會包含順風的所有服務 Facebook Inbox 或WhatsApp落單 一直順風到負 我現在慢慢介紹新款 我現在穿的是Hot Summer 很少看到這款紅色 都是大紅色 我沒有濾濾 打了燈 顏色都呈現了出來 是一個寬鬆的版型 是一個跌薄的Cut 版型有少少偏短 我盤均在這裏 這個Print 字是Morning Morning Morning Tea 當然是顏色 我所說的T-cut 因為都是簡約的T-cut 通常吸引的地方是顏色 圖案 這次這款是顏色上的 是一個Hot Summer的效果 我覺得這個配襯短牛 已經很好看 已經很有風格 我配襯了一個涼械 非常之有夏日感 而且是輕鬆舒適的 當然 其實所有的T-款都會有一個輕鬆舒適的觀感 看看大家喜不喜歡這種Hot Summer的產品 這個顏色的確是很少很少遇到的 接下來的那些是比較穩陣的 我繼續慢慢介紹 這款是兩個顏色的 我穿的是灰 拿著的是黑 大家的圖案是相同的 一個燙金的款式 非常有Vintage的味道 但它是偏時的 因為它是一個 紐約茶的風格 它的年份是1990 所以有一個Vintage的味道 它配襯了燙金的風格 亦是令到那個款式 不會太 復古味重 應該說是比較時尚的 這個也是一個T-cut 我把衣服給大家看 我盆骨在這裡 是一個正常的T-cut版型 我就配了一個黑色的 褲褲 如果我剛才有這樣想過 我覺得配西裝衣服也挺漂亮 你會說 西裝衣服? 是短袖來的 一來是短袖 二來它不是太正規的西裝衣服 因為它後面是雪房 不要緊 都是這句 我會配襯一下風格給大家看 因為我自己都 經常主張 T-cut 不是說那麼大 西裝衣服不只是 配襯一個風格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這樣要塞這個 當然你說西裝外套 其實配襯什麼都漂亮 這個後面是雪房 你這樣配襯已經是 很有風格 可以參考一下 那當然黑色 就是這種褲褲 非常好配襯 你配襯這個灰色 或者其實配襯我現在 這樣這個 其實 全入 全入都沒問題 那看看你喜不喜歡這一款 的風格 黑色我就配襯了一個 特色一點的牛仔褲 那這個是一個反摺下去 比較誇張的一個款式 來的 那我覺得襯T 其實襯一些下身 比較有Style 一些的褲款 那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來的 大家就剪了衣服 那是一個寬鬆的版型 都長身的 那是一個圓嶺款 湯金的Vin Page New York Tea 那是一個比較搶眼一點的 因為你剪湯金的效果都突出的 對 即是比Print字再突出一點 那是 型格一點的Style 那這個 其實這裡所有的T Cut 都可以配襯到西裝外套的 不過我再示範 我覺得這個特別適合 有一點點是鍾情的 因為我覺得這樣配襯 就是比較有Style 加上是Print字的版色 那剛才就配襯了我 下身是西褲 不是下身是褲褲 那現在這個就是牛仔的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我現在穿這個 就有兩個顏色 我穿這個 是黃色 偏鮮的 偏向亮眼一點的黃色 其實這個黃色 就不算特別亮眼 但是你加上其他的圖案 都幾突出的 顏色上都幾突出的 那如果你穩妥一點 那就是黑色 我穿這個黃色 整個顏色的對比 就非常之豐富 也偏鮮艷一點的顏色 這個就是中間的一個 pattern位置 比較鮮艷一點 就是一個寬鬆的版型 那這個cutting 都是有少少偏短的 我盆骨在這裡 上過盆骨多一點 那我現在穿中高腰的褲款 所以其實你看到 都蓋了幾多下的 那所以如果你下身的選擇 就配襯中高腰的褲款 或者是近一兩年買的褲款 基本上都沒有問題 因為近一兩年 那個中高腰款 都幾普及的 所以都OK 你看到我也要大起手 對 少少深呼吸才會露到 對 寬鬆的版型 這樣 寬鬆 跌薄 在顏色上 對 這個顏色 比較誇張一點 看看自己能否接受到 這個 比黑色更突出 因為這個 是拼了黑色邊 黑色的那個 也是拼了黑色邊 所以 我現在穿這個 就會突出多一點 旁邊有個 嘲笑的 tab 我現在就襯了一個 黑色的 褲褲 sorry 喇叭褲 就襯了一個 黑色的涼鞋款 對 接下來這一批 我會各自襯 sorry 應該這麼說 每一個的 上身 tcut 我都會襯不同的下身 不重複的 給大家參考一下 其實 混合都沒有問題 襯短裙褲 顏色上 也是比較突出的 我襯了一個 駝色的 短褲 用明線做一點 設計的細節 對 這個 大約去到 關節位置 我自己就習慣了 摺起 少少 做 Style 也是這一句 這個款 版型偏短 我盆骨在這裏 對 盆骨在這裏 剛剛碰住 或者可能 其實也碰到 盆骨的 剛剛碰住 建議襯上 中高腰的下身 近這兩年買的下身 其實一定可以的 因為近這兩年 都是流行一個 中高腰版型的 下身 cutting 或者cutting 我拿起 都還有 有些距離 又戴起手 都安全 這個頂邊 其實都是佔了黑色的 只不過是剛才黃色的 對比度 比較多 這個 是展示整個 搶眼位 這個 只是四個 笑笑的圖案 它們的底色 比較搶眼 配上了黑色 這個位置 就會好出 剛才黃色的 就整件衣服 好出 黃色也是偏鮮的 加上頂邊 也會展示更多的 兩眼位 我可以擦一下 其實這個 也是一個笑笑笑的圖案 不過它比較低調 你會看到 是一個 竹節綿鳥 它的圖紙 拼了一個 淺藍色 你會看到 黃色的圓圈部分 其實這個位置 是笑笑的圖案 也不知道 看不看得到 嗯 嗯 對 嘗試 我現在看不到鏡頭 大家 走一走 或者看我們 網站的 網站的相片 這個其實已經是 一個小哈哈 有兩隻眼仔 有個 笑笑的 嘴 呈現了出來 這個 比較低調的 小哈哈圖案 這個是正常的 T-cut版型 對 對 比較寬鬆 這個是實色的 不透 對 剛才忘記說 i-tree 沒有都 Corton 不透 沒有 暫時沒有一個透 實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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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淺灰也是實色來的 它有一個竹節綿的 暗紋在這裡 我現在就搭了淺灰色的牛仔 喇叭咀褲 對 喇叭咀褲 喇叭咀的橫色 淺橫色 喇叭褲 對 對 這樣 就輕鬆一點的配搭 一個很開心的款式 對 一個Mikki Family的圖案 這個是兩個顏色的 對 我這個是灰色底 這個是奶茶色底 大家的手袖顏色都是不相同的 而且另外一個細節就是它的V嶺 圓嶺加V嶺的配搭 它再雜了骨 對 小小的一個V剪 是一個很開心的圖案 是一個寬鬆的版型 一搏牛角袖的斜咀折搏 Style 對 我現在就搭了牛仔 牛仔式的褲褲 也是偏向日式的Style 我覺得顏色通常這樣搭是很好看 也是比較日式的 而且覺得不只是T 好像那個Style上更豐富了 當然 我現在搭了口底的紳士鞋 令到那個造型就會再升級 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想要Casual一點 搭一些Sleep On 或是Concept 是OK的 或者搭口底的涼鞋也不錯 我想感覺不要那麼Casual 是的 豐富一點 我的Style上就會令到那個層次 有一點點不同 這個是寬鬆的版型 不刺不透的 都挺長身的 差不多 不是 蓋上那個頁位 那三腳位置 是做捲捲邊位的 這個也打了閘 閘了骨 閘了骨 打閘 打閘 對 它有閘了骨 對 它有閘了骨 位的 因為褲子的Style 除了這個位置 有少少細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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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 這個我配了同一個色調 配了一個 米色 米 橫橫的 褲 是一個垂墜很強的 褲款 比較斜的 褲子的Style 但是那個Cutting也挺漂亮 你看到它垂直 垂墜的 垂墜很強 穿出來的線條也挺漂亮 很有擺動的效果 當然不是說我的人這樣擺動 是那個布量 抱歉 抱歉 布側 你動的時候 我喜歡看斜 打側 這樣看的 是看到有一個很漂亮的線條 呈現出來 挺不錯的 配搭 可以做一個優閒一點 我配了一個 涼鞋款 這個真的是夏天 現在真的熱到這樣 真的 這些打扮是很輕鬆 這個也是很薄身的 很薄分 但真的不透 也是很好 輕鬆一點 可以這樣穿 這個也是比較寬鬆的版型 如果你真的不喜歡 像我這樣放的 你喜歡放出來的 你會看到它也有一點線條 或者後腹有些現場的 側邊這裡短一點 三腳這個位置 就是捲捲的 做一個Style 它就打了閘 所以不會披口 那手就也是 喜歡就可以摺幾下 這一隻T-cut 算是幾 幾 不同的 因為你看到 這幾款的T-cut 每個都是一個 寬鬆的版型 跌薄的 這個就是入博的牛角袖 而且它的圖案也是充滿著 愚化愚愚愚的 歡樂 是的 歡樂的氛圍的 還有它的領邊 也是有一點點的細節 是的 如果你說 即是計T-cut來講 這個Style 或者配搭上是 多一點層次的 這個是一個 是我自己很喜歡的Style 這個它有兩個色的 淺灰 深灰 這個淺灰 就有一個暗紋在 我現在深灰這個 是實色的 是 都會看到 是 不同的底色 這個是一個 比較滑身一點的Cotton 來的 是的 當然是極度很合襯 這幾款裡面 那個質地是偏滑身的 這款也是的 這款也是偏滑身 是兩個同一間 設計師出品的 是一個偏滑身的Cotton 他們的布料 是偏有那個 賣點 是的 那我展示一下Style 那我喜歡配搭這種 牛仔褲 是一個比較有Style 那衣服的 是這樣的 都差不多蓋上 那個Hip位 那這隻就是一個 簡約的 是 偏折款 沒有東西可以挑剔的 是的 因為那個版型上 布質是少少跌薄 是的 都是很friendly 而且布質是很吸引的 那這間的T 我自己一來入很多 賣很多 還有我自己也有很多 淺灰呢 我就襯得再突出一些 因為我這條褲的亮眼度 都高 是的 都是一個比較誇張 或者有Style 的款式 那當然我覺得這兩隻是配搭的 無論是顏色 因為大家都是一個灰色 Tone的底色 大家都是黑色的highlight 是的 所以在配搭上 都有一個既柔和 而且 可以做回顏色上的對比 是的 雖然說是灰色Tone 比較低一點的穿搭 是的 都是很容易carry的 款式 那也再說一次 這個是有暗紋的淺灰色來的 塑密個衣服給大家看 我都塞很多 都差不多蓋好 這個位置 雖然是淺灰色 但是不需要擔心 是的 很實色的 不打底都ok 非常之舒服 一個相當之sweet的配搭 是一個紫色配襯粉紅色裙褲款 是的 都是不透的 薄身的Cottanil 我還是摺一點點 那剛才我自己有在那裡 就是這樣看一看 哇 這樣也很突出 是 都可以女生一點 那當然我現在這個粉紫色是 就是 比較建議搭得lady一點 因為粉紫色的T 是比較少一點 可能剛好 剛好這幾組都是很穩陣的 灰色Tone 深藍色 黑色 那這個呢 就比較特別一點的 但是它不叫sweet 是的 它叫特別 因為顏色算是少 遇到一點的 那我現在穿的這個粉紫色 的確是比較粉嫩一點 少女系 或者lady一點的 形容詞 是的 會出現在這一套的 穿搭上面 那如果你想 輕鬆一點 或者搭褲的話 那也可以 剛才我也有拼過這個 其實搭褶子牛仔褲 我覺得那個款式都不錯 這個也是一個很容易搭配的 Style 對 那本鬆的版型 是一個簡約的圈子設計 那我現在穿的這個是 分… 粉… 分衣草色 分衣草色 對 偏粉一點的 分衣草色 偏粉一點 粉紫色 或者粉紫色就比較穩陣 那我把衣服給大家看 盤骨在這裡 還沒蓋好協力 但差不多一半 有一點點彈性 這個配搭就輕鬆一點 有一點點日系感覺一點的 那我現在穿的這個 就是一個色 那就是深藍色來的 那這個是石磨色來的 就是有一點點暗紋的 不是實的藍色來的 洗了水的藍色 深藍色 那它是一個入薄的牛角酒設計 是這樣的 那中間有一個淺藍色的深衫 那是寬鬆的版型 來的 這個是Cotton來的 石磨色 那我盤骨在這裡 那我搭了一個均綠色的闊符 那我搭了涼鞋 那顏色上 顏色配搭上也有一個對比 那均綠色的闊符 都是很有日系的味道 那是寬鬆的版型 那如果你喜歡摺袖的話 那我剛才給大家看的 底色都是可以做一個層次的 那我自己就比較喜歡摺袖的 那這個風格就再空闊一點 那這個也是實色不透的 那空闊甲圈也是充裕的空間 那大約就是這麼多了 那大家享受吧 那有什麼可以WhatsApp或者Inbox我 那我們現在上架的款式 可以在我們網站有齊所有的價錢 Size 報質的資料 那有什麼看不到的 或者都可以WhatsApp問我的 那都是這句 網頁自助立單 折扣滿300元 我們包順風的所有服務 Facebook Inbox或者WhatsApp 落單是我們一律順風到府 Thank you, bye bye